我们这个王总要职业联赛 对啊 很多人都喜欢唱歌 但是呢 都不会去唱 就是唱不出来那种感觉 你知道吧 我觉得今天呢 我学到了一点 就可以交给他们 我特别喜欢最后一句 好 我们相聚峡谷向笔方出发 好 词记住了吗 重复一遍 我们相聚峡谷向笔方出发 那开始唱了 好 我们相聚峡谷向笔方出发 到天花板了 我们相聚峡谷向笔方出发 你代表的是所有唱歌的水平吗 我这个甚至比他们要强 那我一定要把你教会 今天不教会 我们都不要离开这种 那由于 好 预备走 我们相聚峡谷向笔方出发 太猛了 他刚刚出现了真实摆音 太猛了 太猛了 我们跳过这一块了 这不是你发起了吗 好难 真的好难 觉得我这个学习天赋 这个音乐学习 真有吗 你这么多摄像头 我也不敢说 我也不敢说 缺点吧 缺点还缺点 加个微信吧 很开心 那岂不是以后可以转你带我打 说带子我觉得有点过了 因为我觉得咱们的实力差不多应该 那你转好 我转好 至少上个王者我觉得 王者现在他有一个特效 我们看一下那个特效 我们相聚峡谷 想笔方出发 呜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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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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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之愿 抵之家 只求那里愿 一壶穿 交进云环 今宵愿望 一壶穿 交进云环 今宵愿望 好淡情哦 尤其这次的舞台的表演 对我来说会更有意义一点点 要说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和特别感动 那一定是我的 你就会觉得害怕 就真的非常非常幸福 对他们可能想请我的饭碗吧 对我就觉得太 我马上就会有了 这么失望吗 今天视频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歌手周深 这次总局春晚的主题是 同心向未来 2023这年 有哪一刻是让你有这种 大家拧着一股劲 向某一个目标出发的感受的 好淡情 有啊 我觉得今年印象最深的像亚运会 因为所有在运动赛场上的健儿们 都想是为自己的祖国争光嘛 我们就会看着自己中国的健儿们 在冬奥会啊 然后在冬产奥会上面 就感觉所有全国人民都是拧成一股劲 向前冲一样的 就会觉得很刺激 可以分享一下 你上电梯的时候 那个人多帮你按一个那个就是 开门的那个那个扭 我觉得那一下也是非常温暖的 过去的一年有什么人或者是 带给您的感动对你印象最深 要说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和特别感动 那一定是我的歌迷 就会觉得在任何角落 他们都会想用最大的声音去告诉你 他们在 然后他们在听我的歌 他们在支持我 然后在生活当中 也有很多一些温暖的 就可能平时在路上的时候 然后就很多小细节 然后当我印象很深的是一次 在澳门演出的时候 就很多那个在街上那个 就给我一个抱抱的那种 我就看见 诶 诶 怎么看 怎么像是我给别人不胆的瞬间 然后我就过去就拥抱了一下 然后他还说是 祝你所有的事情都顺心 然后刚好那个时候 工作压力又会比较大 然后一下就觉得 啊 本来想的是 自己去给一个拥抱的 然后结果是一个 这么温暖的一个回应 然后也都得到一个拥抱 所以觉得这种 所有的温暖都是双向的吧 印象比较深刻 还有深深在唱歌 把麦克风给粉丝的时候 然后他们特别会唱 对 然后你在台上的时候 内心会不会感觉到特别温暖 有啊 因为当时第一次低麦的时候 肯定会忐忑 你就会觉得 害怕他们会 要么不计词 要么就是 啊 万一没听过这首歌 都会有这样的担心 但后面 每一次把麦克交出去的时候 他们都用最大的声音来回应 我都觉得这都是非常温暖的时刻 而且对于歌手来说 就真的非常非常幸福 你会觉得你的歌真的很实体的 在陪伴着非常非常多人 对 那种实体的感受 神明们真的很会唱 对 他们可能想讲我的饭碗吧 哈哈哈哈 因为我的歌说实话 不太好唱 哈哈 所以他们唱出来我就 哇 就是很厉害 对 看来以后还要教一些 更难的一些部分 交给他们唱 好好练歌哦 神明们 为什么是这种语气 哈哈哈哈 歌曲里有一句歌词 我曾见过世上的爱与温柔 是浸在身边的温暖又粗糙的双手 我曾见过世上的爱与温柔 是平常岁月虫 来自身边一双双手 请分享一个你见证过的这种看似细小 却又极其温暖的瞬间吧 我是当时在看这首《身边MV》的时候 我觉得是中间有无数个非常非常 就是我之前有看过这样的短视频 然后再在MV里面看到配上歌词 就会非常感动 我记得是那个女生列车员 她就说我也是别人家的孩子 我也是一个普通的女人 但是因为我身上穿着这一身制服 我就有这样的使命去照顾好每一个人 那一下我就会觉得 就好伟大 就是控制不住的不停的流眼泪 对 然后这两天也看到一个很 让我自己很还蛮感动的一个短视频吧 就是在西藏的时候 有一个应该是摩友吗 他们骑摩托那个叫摩友吗 还是什么 然后她就在路上时候看见有一个人 就有点就是感觉像是那种高原反应非常强 就感觉可能有点危险了都 然后她就立马就停下来去 就立马帮助她 你也有看到那个队 那很感人 并且她不只是那一下 帮她缓解那一下而已 她是要全程 要确认她已经安全到达了医院 就一直在后面开着摩托 对 我就觉得 太 你很难想的形容词 但是我会觉得如果换成是我 我会觉得我好像没有办法去做得那么的完善 以及就是 因为当时会害怕自己会不会耽误什么事情 而且没有那么理智的一个思绪去做这整个事情 那一下你会觉得她真的是救了她一条命的 那一下就会觉得非常非常感动 就光是隔着屏幕都觉得 真的是遇见了个大好人 歌迷朋友们特别喜欢福光这首歌 觉得它像一张文化名片适合多唱 这句话是重点是吗 适合多唱 近期有计划满足更迷们这个需求吗 马上就会有了 福光的第二个现场的舞台 具体在哪里 请关注我 请在腾心视频找我吧 我们有没有这个耳福可以先听一下呢 哦 你的眼眸 装满了时间 你的身后 用故事长篇 复光绿地 元席数六年 与你同些 沧海桑田 谢谢 马上快过年了 今年的春节有什么打算吗 春节的话就希望快快回家 去到贵阳 回到贵阳 每年好像都只有在过春节的时候可以回去 然后可以吃很多好吃的 然后每一次都要问当地的同学们 就是有什么著名的好吃的 去搜集搜集 然后以后朋友们在去贵阳的时候 就可以去推荐他们 自己先去轻声地试一下 作为九二九星球的周芬奇 青春头像 确定了吗 确定了呀 不换 以不变应万变 耶 这么失望吗 最近看的一部电影是 最近都在看繁花 而且看完之后会有很多的 就学到很多东西吧 比如说做大事的时候就是要学会不想 就你慢慢闷声地去做好那个事情 就觉得 的确我平时就是话很多 所以我决定 2024年的周深 已经2024 龙年的周深 人们话不多 我刚说完做大事要不想吗 怎么又开始喊那么大声 你最近有被偷心洗脑吗 有啊 有啊 不过最近就当然是被保总啊 喂总啊 洗脑 经常遇见他们 最近听到的一首觉得还不错的歌是 偷偷走我的心 还有像执迷不悔也是啊 对 有心去体会 请挑选三个词语 作为送给粉丝的新年祝福 开心 健康 顺心 嗯 不好实在 对啊 这太重要了 这三个非常重要 那如果是送给自己团队的小伙伴 会是哪三个词呢 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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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一样吧 希望他们也能健康 开心 然后 顺心